10月5日18时46分左右,贵州省毕杰市前西县新田煤矿发生煤鱼瓦斯突出事故,目前已造成3人遇难,12人受伤,7人失去联系,事故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。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,事故点为新田煤矿1404回丰顺曹绝境工作面,事发时有134人正在警下作业,已有126人申警,8人被困警下。 经核实,已申警人员中14人受伤,其中2人在抢救过程中死亡。 另有一名被困警下的遇难者遗体被找到,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遇难,12人受伤,仍有7人失联。 目前事故现场有6支专业的救援小队轮流下井,搜救被困失联人员。